女人如果帅起来,压根就没男人什么事了 况且她还是以一抵百的女超人 拳拳到肉无所不能 今天就跟随王帝的脚步 带你领略爽到飞起的暴力美学 韩国某连锁超市 几个社会小青年正在抢劫 捡收音员不配合 上来就是一顿打杂恐吓 现场情况非常危险 一名女孩却不慌不忙上前付款 知小收音员没领钱后 顺手从劫费包中拿出几张钞票 劫匪当场蒙蔽 怎么会有人比老子还嚣张 丝毫不知这一次他们踢到了铁板 女孩防守强悍出手很拉 几个小青年倾尽手段 也没能讨到一点便宜 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了 最后只能集体躺板板 女孩名叫玉珠警卫员出身 曾任职过职业女保镖 但全年无休的紧张工作 累到她一度怀疑人生 就在玉珠快要抑郁的时候 她结识了好闺蜜敏西 敏西是一名芭蕾舞者 人美心善落落大方 她是玉珠的掌心宝 任何敢欺负她的人 都要做好承受玉珠怒火的准备 当晚玉珠回到家 无聊之际终于等来闺蜜电话 两人已经几天没见面了 敏西上来就表示心情不好 想让玉珠过来陪她喝两杯 玉珠也没多想 便买好韭菜来到对方家中 结果迎接她的不是闺蜜 而是对方的尸体 敏西只给玉珠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请为我报仇 此时差点让玉珠失去理智 缓过来后便心中发誓 一定要让凶手血债血偿 回到家 她输入纸条上的网址 发现是一家高档外卖餐厅 但商家回复的内容 却与外卖毫无关联 怎么看都像是一种暗语 商家也好似察觉到了什么 随即关掉了对话 就在玉珠一头雾水的时候 有人给闺蜜打来了电话 表明让敏西前往大桥见面 否则就将她的丑闻全部曝光 为了搞清楚商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玉珠迅速赶到见面地点 她没有第一时间现身 而是躲在暗处观察动向 商家是一个长发男 聊天中所提到的酱油 实则是一种伪金药物 长发男在桥边等了一会儿 发现敏西没有来便开着车离开了 玉珠尾随其后跟踪来到一处豪宅 同样没有急于行动 一直等到长发男第二天早上离开 玉珠才撬门进入豪宅 接着在沙发下面安上监听器 毕竟只有了解对手才会更容易接近他 玉珠又搜查了一圈房间 果然有重大发现 没想到长发男竟然是一个大扁态 满柜子都是不堪入目的领辱工具 除了这些 暗阁中还藏有许多优盘 上面标记着各种职业 玉珠当即心神一颤 他打开一个写着芭蕾舞者的U盘 里面内容赫然是闺蜜受辱的视频 玉珠明白了敏西自杀的原因 这让他无比愤怒 也更加坚定了复仇的决心 当晚 玉珠听过监听手段 得知长发男要去酒吧消遣 他将自己打扮成鱼饵 一次引起长发男的注意 计划进展很顺利 长发男果然上钩了 不多时 两人来到一家酒店 长发男自以为很聪明 已经用药水把玉珠迷晕 随即戴上最喜欢的面具 准备开始今晚的表演 但让长发男没想到的是 玉珠压根没喝那杯药酒 而且还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谁知长发男力气大的离谱 竟然一把握住了匕首 玉珠偷袭不成 接下来只能玩命了 两人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玉珠拼尽全力 也无法压制住长发男 争斗至白热化阶段 长发男弄巧成拙 正好给了玉珠反击机会 一套丝滑连招下来 终于让长发男吃到了苦头 玉珠刚想一刀了结对方时 又有一个胖子破门入 追着玉珠不断射击 幸好玉珠身法了得 看准时机冲出了房间 那承想 门外还有一个电锯男等着他 生死存忘之际 女孩拉上玉珠一起逃跑 最后开上超跑成功逃离 反观长发男就没这么幸运了 原来他只是一个小头目 负责经营皮肉生意 以及给当地黑帮贩卖毒品 然而他却借此便利 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 尹迟迟收不到货款 当大哥的自然不干了 之所以没把他直接干掉 就是害怕生意受到影响 黑老大给了长发男一个机会 想要活命就去把人抓回来 否则一定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与此同时玉珠两人逃到一家餐厅 交谈得知女孩名叫小美 是一位在读高中生 受到长发男侵犯 被迫变成了性奴隶 经历这次战斗 玉珠意识到仅靠个人实力 很难直接干掉长发男 而且根据小美所说 长发男的背后还有一个组织 无疑又把复仇难度增加了一击 此来想去 他只能去寻求恩师帮助 恩师开办着一家保镖公司 得知玉珠最近遭遇后 本想让他报警解决 但玉珠态度坚决 无奈之下 恩师给他联系了一个军火商 卖军火的是一对老夫妇 强制弹药也都是些老古董 玉珠刚开始还有点不满意 直到看见了这台大杀器 为防止弹药卡壳 玉珠把手枪全擦拭了一遍 女孩则催促他要尽快动手了 不然等黑帮找来 他们两个可就真玩完了 玉珠听后不以为然 可等他买完宵夜回到家 却发现小美不见了 很快 玉珠也遭到了黑帮袭击 最终跳窗跑路才逃过一劫 原来长发男已经找到他们 先将小美抓去跟黑老大交差 本想撒谎 玉珠也被自己干掉 结果反被黑老大一眼识破 之前的要求是让他把人带回来 而不是私自处置 见长发男已经心生反骨 黑老大也不再信任他 转手将生意交给了另一名手下 长发男憋着一肚子活 为了逼问出玉珠在哪 再次将魔爪伸向了小美 与此同时 玉珠来到之前的情区酒店 二话不说干掉前台胖仔 等电锯男反应过来已经晚了 在得到准确答案后 玉珠直接送他上了路 不多时来到黑帮据点 穿上闺蜜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复仇正式开始 进入工厂里面 玉珠发现这里还是一处制毒窝点 为了节省时间 他叫停了这些工作人员 并询问他们有没有见过小美 众人懵逼之际 黑老大从前方出现 友好表示 有话可以好好谈 玉珠则是人狠话不多 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玉珠已经做好二番战的准备 面对这群亡命徒的围剿 玉珠以一抵摆毫不退缩 战斗到最后 小喽啰们都被尽数铲除 玉珠抓住一个头目 用极度友好的方式 从对方口中问出了 惩罚男的藏身帝 等他来到马厩 刚好看见准备离开的炼药师 对方与长发男是合作关系 也是研究伪金药的主力人手 此时 小美已经被折磨得严严一息 玉珠见状气得浑身发抖 刚想对炼药师开枪 反被长发男从身后偷袭得手 见此情景 炼药师瞬间支愣起来 吵吵着要亲手解决玉珠 结果惨遭一枪爆头 长发男没有料到 小美将在这时开枪偷袭 虽然一枪都没打中 却成功为玉珠征得时间 两人将长发男拖到沙滩 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 长发男终于忍不住开始求饶 见玉珠无动于衷 他又画风一转咒骂起来 玉珠懒得遇长发男废话 直接点火送其下地狱 几天后 玉珠重犯豪宅 本打算销毁油盘离开 却无意找到一本笔记 看着上面记录的买卖地点 玉珠突然找到了人生新使命 整装待发 期待开启下一征程 芭蕾复仇曲 上映于2023年 由韩国著名女星 全中瑞领先出演 最简单的剧情 最极致的享受 主打一个以暴制暴 以一笛摆的爽文情节 平靠风批女保镖打破常规 既展现了不愁动作的紧张刺激 又深入到无名女子的内心世界 因为题材很真实 反映出社会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所以正义打败邪恶 永远是天经第一 让观众看到了希望 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 也能感受到人性的善良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